我就是想不通 为什么福利一年 还花七千二百两银子 就算加上下人的月钱 也花不了这么多 咱们一年 抵得上寻常人家 五六年的开销 当家的还说往里贴了钱 你算算 可算得过这笔账 你可听说过 水清泽无欲这句话 如果有人从中作梗 那定是有各种各样的门道 他们就是靠这个敛财的 咱们是外行 自然财不透里面的法门了 那我要是破了这门道呢 人未财死 鸟未失望 这京城的买办 大多是串通好的 你要是断了他们的财路 他们宁肯联合起来 不卖货给你 到时候你就得去 偏远的地方采买 这样算上人工和车马的费用 到底是不划算的 岂有此理 由得他们勾结 漫天要价不成 我的奶奶 这府门里的门道和学门 可多着呢 何必费那心思做梦 时候不早了 快去歇息吧 不行 我不能纵容那些见商 你等着吧 我一定会让他们乖乖降价 还不敢不卖给我 好 那四奶奶可以随我安置了吧 走嘛 走嘛 走 你们四位是京城最有名的买办 常年出入各大内府 在座各位太太你们也都熟悉 我也就开门见山了 你们四位平日卖给我们的物品 岂止比别家贵了一分两分 眼下各位太太都觉得 几位老板的价格过高了 四奶奶 正是因为这府中 各位太太奶奶们都是老主顾 所以给的都是最低价 我们是薄利多销 里头本就没什么利润 全当我们给各位太太奶奶们 刨刨腿 就是啊 您可冤枉我了 对啊 冤枉我了啦 其实你们上哪儿才买 什么价格 路上车马消耗 这些我都一清二楚 这怎么会 四奶奶 我们这个价格真的降不了啊 是啊 四奶奶 这个价格真的降不了 四奶奶 我们就赚个跑腿钱 好 话我都从你们挑明了 若实在降不了 我也不为难你们 往后咱们各府采买 拒不光顾你们铺子就是了 每年的二月 各府凑粪子 置办车船往江南采买 一次可置办半年或一年的货品 这么合下来 费用能省一半 有这些结余 再卖几个粗屎丫头都够了 何必花这冤枉钱 舔你们的裤了 四奶奶这主意极妙 各位太太都是家里真正当家的 哪家不愿意开源节流 这银子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料各位太太都会算这笔账 是啊 怪得每年福上花销惊人 太太们也都回家瞧瞧账本子去 哪个看完会得叫一声 黄天菩萨 现如今既有了这省钱的法子 我瞧着是极好的 四奶奶求急 算我一份 我们家可不是什么土财族出身 断不花那个冤枉钱 是啊 这原本一年的开销 现在能置办两年的货物 这样的好事哪儿找去啊 四奶奶算我一个 四奶奶也算我一个 四奶奶别忘了我 还有我 好 这个小仓服 看来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 好啊 断了我的财路 她也别瞎好过 容寿家的 兴喜家的 三奶奶三福 四奶奶要怎么失为 都先依着她 她为家里省了挑肺 老爷太太自会抬举她 告诉买办们 让他们先忍了这口气 等疯疯过了 我定会想法子赶她出去 三奶奶 有什么好计谋 巧妇难成五米之锤 你们都不听她的 她能拿你们怎么办 明白了 三奶奶 师父 奶奶